为了祈求花莲合进平安 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 则是举办了奇安赐福水火同源麒麟盛会 从6月20号到25号一连六天 在寿风乡东方木工道长阔打扮里 在各界法师的祈福下 祈求花莲合进平安 5月5日做午5的那个天旗地旗 天令地令 来到这边那个木工东方木工庙 来这边做盘 也是也有天也有地 这是天跟地合在一起 在神的代言人息息的解说之下 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 从农历5月5号到5月8号 也就是6月20号到6月25号 为期六天 在寿风乡封平村道场办理 祈安赐福水同源 祈领盛会 首席顾问无极成员感念 东方木工的慈悲 来办理这次的法会活动 这次我们到教会 利用这个端午佳节 来举办这个地方祈福 希望利用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好日子 那后疫情时代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那经济可以慢慢复苏 那透过这个端午节 办个水火同源的一个祈福法会 让地方可以更和谐 让经济慢慢的更好 那我们让地方的花蓮县 所有的乡民县民都可以在这个我们花蓮这里 中华法老师来到教会民处长 尤敬黄和委员们要感谢来自北中南东 公庙的神的代言人的协助 让法会活动能够顺利圆满 东方木工大天尊指令 祝福红来仙岛台湾国泰云南 红条雨圣 特别举办齐安 祝福水火同荣 祈林大圣会 祈求国泰云南 红条雨圣 尤敬黄表示 签印魁卯税 农历5月3号到5月8号 举办的祈安赐福水同源祈林盛会 5月4号饮点盛火 5月5号接临龙降水 东方木工也引军祭典来说明这次的法会活动 盗运及时水火条 妙法民旋建真机 真水真火相融合 水中游火火中水 至深武林互逢来 化解恶难安道命 会则玄黄道天机 同时也祈求花蓮和尽平安 记得终于所谓小报道